欸!Yo!歡迎收看EARN Channel 我們現在人在台東的納魯灣大酒店 好啦!為什麼會那麼快就到這邊開場了呢? 是因為剛剛前面其實有點趕時間 Check in 什麼什麼的 去租這個電動車 那今天這個電動車呢也是可以跟飯店租 然後它是全電動的 它租一天可以跑400公里 非常划算 剛好這次趁著這個生日的前夕 跟琪琪安排了一個假期 她現在在租裝打扮 哈囉? 為什麼? 現在要去哪裡? 去洗車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這邊是洗車的啊 好啦!反正呢 我們待會兒要去洗個車 然後外面走一走 洗完車之後呢 回來吃晚餐 因為剛好今天晚上 那魯灣有幾個小活動可以參加 算是一個親子活動 然後再拍給大家看 好啦! 那我要準備開始享受我的生日行程囉! 掰掰! 好開嗎? 好開耶! 這台... 講一下是什麼 我第一次開那個... 全電動的車 BYD型號是16 超酷的 感覺滿大的 對啊!很大 然後... 我覺得這台是很屌 就第一次開那種全...全電動的... 它踩下去的感覺完全跟油的... 汽油的車完全不一樣 它就踩下去就很安靜 然後就騎過 妳不覺得這台車很安靜嗎? 很安靜啊 喔喔! 多少? 餓喔! 我們等一下五點半 那個飯店有提供 他們...我們這次住的是有專案 喔!介紹一下 整個專案裡面 然後...反正就是五點半它會有給... 反正它有附什麼... 晚餐卷 然後還有什麼... 晚上什麼DIY的課程體驗卷 調酒的那個 對 調酒的課程 調飲 應該說調飲 應該說調酒 對,因為也會有小朋友吧 喔!調飲的課程 對,然後也會有什麼... 玻璃彩繪啊 或是黏土什麼的 就是... 很適合親子... 親子同樂這樣 然後... 另外還有給我們酷的就是... 呃... 什麼小白球體驗 小白球就是高爾夫球嘛 這附近走五分鐘就到了 就是高爾夫球場這樣 對 然後我們可以去那邊體驗 然後它會一次給我們很多... 30顆球還是幾顆球這樣 然後讓我們去體驗 然後我們有機會去帶大家去看看 飯店的設施都還蠻...多的 就是例如... 正常就是健身房、游泳池嘛 然後它就有什麼... 所謂的美人湯 但因為美人湯跟游泳池這兩個呢 就是因為... 颱風剛過 那它可能就是力聽垂殘 可惜啦 還需要...整修一下 所以它現在目前開放只有... 三溫暖 健身房 然後另外他們還有撞球館跟什麼... 乒乓球 還蠻酷的 對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洗車場了 我們晚一點再來介紹一下飯店其他設施吧 掰掰 真的來洗車耶 好熱喔 Oh my god 你沒洗過車嗎 沒有啊 好 那你下次回去幫我洗車一下 一個人洗車真的很累 可是...你知道嗎 有些男人就超愛洗車的 好不好 我知道他們可能女生不太熟 男生洗車的感覺不行 故意噴我 絕對不是故意 他一定是嫌我洗得不夠乾淨 我洗了兩台車 兩台車 是...開車的人都愛洗車 我洗不乾淨嗎 蛤 我洗不乾淨嗎 你洗得超乾淨的 那你在洗什麼 沒有沒有 我是把地上的泡泡沖進去一點點 沒有你剛剛有在擦擠車子 對不對老闆 你現在要去哪裡 吃晚餐 準備去吃晚餐 你複製什麼沒變 沒關係 上面有變就好 你穿這樣好像打跆拳道 走啦 現在我們在他們的Lobby 然後待會兒我們就要吃他們的晚餐囉 五點半準時入場 餓嗎 蠻餓的 我剛剛偷吃了一個鳳梨酥 鳳梨酥 鳳梨酥 紅茶鳳梨酥 台東有名 來囉 拍得我好餓喔 冷 手機要先吃 先看這個 看這個 哇 這叫做 尾頭刀南洋風味的烤泉魚 哇還有這些 中式的 對 哇 哇 他要拿去 我們先繞一下 這也是鬼頭鮑魚 哇 他把它做成魚流 然後他可以加那個松露跟塔塔醬 這邊有松露跟塔塔醬 然後有起司 欸你好像在這邊上班啊 對啊 我好像公關喔 然後這是披薩 看出來是披薩 我跟你講我最想吃的就是這一道 叫什麼 叫做 竹筒飯 他叫什麼 香蘭 香蘭 什麼黃喜撈獵人 喜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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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撈是阿美俗語 香菜 你已經可以吃了你就夾吧 夾西路了 讚 好吃很厲害 你要加醬嗎 給你們介紹一下我們剛吃的義式手工冰淇淋 是大陸灣酒店 他們自己做的唷 沒錯 紅烏龍 紅烏龍 然後草莓 然後再來是抹茶 出入鮮奶 這個有吃 然後我剛吃這個 拿鐵小米酒咖啡 酷嗎 好吃嗎 好吃 然後這個樂骨油乳 優格 來這邊一定要吃這個 一定要吃這個 一定要吃這個 兩三遍 而且我剛剛其實吃完之後 就開始飽困 有看到出來嗎 有 你剛剛想睡了 只是等下我們還要去調影 我剛剛眼睛直接這樣 然後跟大家講 在這個晚上呢 還會有兩位樂手老師 為大家演奏 我們來看他們 咚咚 欸 怎麼又回到房間了 對我們要換衣服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做手作的調影 調影體驗 然後做完那個 調影體驗之後呢 還有 對 假設你會嚇到 我們要去做瑜伽 哈哈哈哈 可以嗎 休息一下 我們換個衣服 等一下喝酒運動 沒有喝酒運動 其實那個調影 他們的酒精濃度沒有那麼高 沒有 我等一下要高一點 讓你體驗一下 OK啦 那我們再回見囉 掰 特調調影 欸 這裡是哪裡 欸 是這裡嗎 我也不知道 走錯地方欸 怎麼會這樣 畢竟我們是第四組 hello 畢竟我們是第四組 畢老人 原住民保麗達加國農牛奶的概念 向原住民致敬 的調酒 我先幫大家試喝一口 以我原住民的身份來品嘗 可以 我覺得可以 牛奶有點太多 我覺得酒可以再多一點 酒沒什麼味道 好吧 這女的還是愛保麗達的 那我喝完 運動囉 兩位 兩位 做完瑜伽 怎麼樣 好累喔 我直接在那個瑜伽墊上面好好想睡覺 我也是 你應該是要睡著吧 我想說這個是要有打呼聲的 你就很安詳的在那邊 然後大家都坐下來怕了 你還這樣 然後這樣拿手機在那邊拍的時候 你突然醒來 對嗎 老師這回怕就跟大家說來 回到一個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然後他就說慢慢動哪裡 手腕啊 腳踝啊什麼的 我就 我就一直停在那個最舒服的位置 因為我現在長得很像就是剛起來的樣子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張念成 我剛從日本回來 不鬧了 不玩了 學得一點都不行 那我們剛剛晚上出去的時候 夜市跟鐵花村呢 都是要在假日才會開 所以我們就沒去了 那個正氣夜市好像是四五 星期四五六 可是今天是禮拜二 鐵花村明天禮拜三才會開 那我們可能明天才去 所以呢 我們剛剛就去買了鹽酥雞 買了一瓶啤酒 就回來休息了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到這邊 要跟大家說聲 晚安晚安 我不會唱 再說一聲 明天見